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由一张神秘羊皮卷展开 讲述了一众纷纭人物历经曲折离奇的命运 直面爱恨情仇的抉择 最终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抱负 是一部十分正能量的电视剧 男主卢云原本风光无限 十年前他是才华满腹的状元狼 金榜提名 跨马游街 就连皇帝都对他赞赏有加 同时他又是进京参谋 文套武略 武功高强 让公主都倾心以待 他是守护一方的卢之舟 立志要守护一方百姓 他有肝胆相照的兄弟 有相爱的知心爱人 但他为了救不仁敢问的婴儿 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尘 断绝兄弟情 抛下所爱之人 走上这无人陪伴的孤独之旅 树干年后乌是人非 爱人架作他人物 自己也一无所有 唯有那个孩子是他唯一的集位 金庸说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孙小说 侠就是家 左边是人 右边是义 这是个很悲壮的人物故事 所以取名英雄志也名不其实 和淳毅以往角色类似 都是为了心中执念 倾覆所有 英雄志中淳毅的装造也十分扬眼 有书生意气 有身穿盔甲 一袭红衣 更显得如牙俊朗简直不要太帅 希望英雄志早日开播 真的太期待陈毅的精彩演绎了 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